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今天呢 辛血來潮啊 錢老師 那個 想到了一首詩啊 這個詩呢 是大概二十年前啊 我在台北 山明書籍啊 牆上的時候 那個書籍的 搶了一個角落 看到了這一首詩 我立刻問裡面的人 這個框框的這個詩要不要賣 老闆去 直言去問老闆 老闆說賣 賣多少錢呢 六百塊錢啊 台幣 當時呢 他那個詩寫好以後 框架框起來 框得好好的 那這種詩呢 我經常體會啊 今天有這個機緣呢 要跟各位講講課 這首詩是這樣 手把清央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中清淨荒為貴 年來退步四項前 今天是十月八號星期六 佳五日 十六年整 二二年 這首詩呢 這首詩呢 很簡單 但是呢 很有意義啊 我念給各位聽 手把清央插滿田呢 就是 你在插種稻子的時候 就不斷地在插那個央 這表示什麼 就是你不斷地努力 插一個秧就是一個努力 一種努力 把這個努力呢 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這句話最重要 因為你在那邊插秧的時候呢 那個水裡面的影子啊 就跟天 太陽啊 天空啊 相映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不斷地努力 不斷地努力 你就可以看到老天的存在 老天的存在 真的有老天的 根據我多年的研究心得 這個世界上是有鬼神 絕對是有鬼神的 是有因果的 你好好去 鬼神有因果 是有老天的 所以 台灣話呢 有一句話講的很好 很聰明的人吃這些笨蛋 那些笨蛋怎麼辦呢 笨蛋沒有辦法 只有靠老天 所以老天是最公平的 真的是老天啊 是最公平的 你相信老天 老天可以藏在鬼神之间 有很多困难 你去庙里面烧个香洗个愿 真的有的时候会应验 我天老师讲一个应验的故事给你听 我台湾有个学生是中立 他是科硬章的 他跟我学过算命 他有一年 有一年他的儿子18岁 18岁的儿子不见了 他很难过 非常难过 为什么因为他无法生 他已经没有办法生小孩 但是他又想生一个小孩 所以他用很痛苦的心 到他们附近的地藏王菩萨庙里面去烧个香 跟地藏王菩萨说 我这个18岁的小孩子不见了 我烧个香 希望你让我再得一个小孩 我用500本地藏王本燕金送给你 他洗了这个燕以后 不久他才怀孕了 他才怀孕了以后呢 生下来的又是儿子 这个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所以你说有没有鬼神 所以很多事情书本上写的不一定会 我所看到的听到亲眼看到听到的 这个才厉害 那我再讲一个 在纽约的 这个也是差不多七八年前 纽约的 有一个毛小姐 毛太太 她来找我算命 为什么因为她儿子要开历史事务所 要来取个历史的名字 公司的名字 然后我爸是排一排以后 哎呀 我说你这个儿子很了不起啊 很厉害啊 很高明啊 他就很感动的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这个小孩在六七岁的时候 我跟他爸爸离婚了 那一天呢 我就带着我这个儿子啊 到北极永和宫 永和宫去烧香 那烧香的时候呢 这个 那个小孩呢 那个姓毛嘛 毛泽东的毛 我这个儿子呢 跑来跑去在那边玩 有一个和尚在那边打坐 打坐 打坐的时候 那个和尚就拉住我儿子的手 他说这是谁家的小孩啊 哎呀 他很紧张地跑去 他说我的小孩 哎呀 你这个小孩将来了不起啊 好好好带他 好好养他 好好带他 这个和尚就讲了这些话 就讲了这几句话 哇 他顿时啊 就感到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啊 他讲 他给我讲 他说他带儿子去永和宫 烧香以后啊 他就打算把他的儿子送给人家了 他不要养 因为他爸爸跟他离婚了 但是呢 听了这个和尚啊 讲了这句话以后 他顿时 啊 不要了 我不下这个决定了 我要把儿子好好养大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母子相遇为命 他也不再嫁 也不结婚了 就认真的 养这个儿子 啊 这个儿子今年的 现在是律师了 啊 要我来 来给我起名 啊 这个都是 我亲自碰到的 也不是写的 文章写我也写不出来 但是呢 我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 讲讲 啊 所以 低头 变见水中天 这句话好好体会 有老天存在 有因果存在 有鬼神存在 啊 啊 然后呢 这句话 心中 清静荒为贵 心中清静荒为贵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啊 心中无外物 怀恼不香水 你心里面没有阻碍的东西 怀恼呢 就不会来临 就不会香水 啊 啊 就不会香水 这句话很重要 你随时要 你随时要 二十四小时想 我的心清静不清静 有没有不好的念头 啊 有没有忽视乱想 啊 有的话马上抓掉 马上 念破灰咒 念 往生咒 把它 把它 丢走 抛走 原来退步是向前 原来退步是向前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你看嘛 重道 你在擦秧的时候 都是往后退嘛 往后退 你才能够看到老天吗 擦秧就是不断地在努力努力 擦一个秧就是一种努力 一种学习 一种认真的奋斗 然后就看到老天 那看到老天的重点是什么 心中无杂念 认真的在擦秧 你不要想 一面擦秧一面想 等一下去卡拉OK唱歌啊 等一下有好空的啊 有免疫啊 吃饭啊 那就 你擦这个秧也见不到老天了 所以心中清静黄伟贵 原来退步是向前 原来退步向前 那今天呢 是2022年10月8号 星期六 假午日 现在是16点30分 16点半 录音的时间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录音呢 因为我今天是用iPad 第一次用iPad 这样录音 录好以后就马上传给各位 所以呢 这个 是第一次尝试 以前的录音都是用手机 录音 现在用iPad 所以我要试试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希望各位同学呢 研究以后啊 给我报告这个心得一下 谢谢啊 报告完毕 报告完毕